举庆村 是建在一座巨石之上的 村庄的其中一面是金沙江 另外三面都是悬崖峭壁 整个村子只有南面和北面的两座石门可以出入 虽然村庄建在巨石上 但这并没有影响村民们的生活 村民们利用巨石外的土地 开垦农田 兴修水利 每当丰收的季节 巨石上的稻田 就会变成一片金色的海洋 十分美丽 洪德村位于贵州省水城县 如果说云南宝山石头城的企特 是建于巨石上 那么洪德村的企特 便是建于悬崖上 洪德村被称为 是全出行最困难的 十个村子之一 村里有条大峡谷 阻断了人们出山的路 这个大峡谷有80米宽 140米深 村民们为了方便 出行在峡谷上 装了一条百米长的溜索 这条溜索 是村民出山的主要通道 后头湾村位于浙江省盛寺县 这里曾经是当地最富有的渔村 但由于交通十分不方便 所以村民们陆续搬走了 久而久之 曾经繁荣的村庄 就变得荒芜人烟 变成了无人村 它还因锦铃坟地 而被叫做鬼村 鬼村虽荒芜 但并不可怕 相反还很美丽 村子中的房屋 因为无人居住 长满了绿色植物 从远处望去 彭扶一片翠绿的海洋 再加之该村庄领海 海洋 绿植 阳光的组合 使这个村庄宛如一个童话世界 湛里村位于贵州省从江县 它因人口自然增长率 激进于林而闻名 湛里村近半个世纪的人口 一直保持在700多人 人口数量增减不超过10人 这个村寨 有一个奇怪的规定 不允许村民 和村子以外的人结婚 一对夫妻最多只能生两个孩子 一旦违反规定就赶出村子 而且一年中 只有两个固定的日子 可以举行婚礼 其他日子不能结婚 地坑院是古代人们 学居方式的遗留 它在河南 山西 甘肃等地均有分布 它类似于北京的四合院 但它却是在地下 所以被称为北方的地下四合院 地坑院卧于大地之中 不仅东暖夏凉 还具有防震功能 中洞苗寨 位于贵州省紫云县 它是中国最后的学居部落 也就是说村子中的村民 直到现在还住在洞穴中 这个洞穴深200多米 宽100多米 住住70多个苗族人 虽然现代社会高楼林立 但中洞苗寨中的村民 并不羡慕 他们认为生活在洞穴中 冬暖夏凉 虽然清平 但却很满足 雷公村位于贵州省彩礼市 村如其名 这个村子真的 彭腹有雷公出没 经常有雷击事件发生 近20多年 已经有几十个村民 被雷击中了 让许多人谈之色变 纷纷表示不敢去这个村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